人与人打交道,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时候,有些时候各自烧家体量轻松化解,也有些时候您触及底线无法让步而结成仇倦。 正所谓人家一结不一结,能化解还是上洞干戈,它是真有不可调和的仇恋矛盾,可以从老祖宗留下的慧言之语中,领悟一些身影。 或许对我们生活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低对关系处理上,有一些帮助。 一、人生何处不相逢,莫因小缘动生涩,是一意,人生低头不见抬头见,说不定哪天还会再见面。 不要因为一些小的矛盾大动干火大打出手,致使结怨成仇,人与人之间有些时候是非常微妙的,有时我们找一个故人久寻不见, 丑人之间却总是冤家路窄,苏若情感引之的是你,难免会吃亏受损。 所以人生在世朋友多了路好走,丑人多了路难行,小矛盾能化解就化解,大矛盾能调和就调和。 二、敌强用智,敌弱用誓,是一意,在强大敌人的面前要用智力取胜,在弱小的敌人面前要靠势力把对方压倒。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硬碰硬显然是不可取的,即使旗鼓相当的对手也激拼蛮力,对手强于你你很轻松被击败,对手旗鼓相当很容易两败致伤。 所以强敌当前要多动脑筋以致取胜,和弱小的对手交锋,则要用气势和神力压倒他,并不渲认让对方从差距上就心悦成福。 三、敌不可纵,纵敌换生,是一意,对待已经极化矛盾的敌人,不可纵容仁慈,纵容的结果只会是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危。 在敌对关系已经形成的情形下,谁仁慈谁被动,谁狠啊决断谁能成功,在敌对情况下最忌讳富人之人。 自古以来很多孤西洋间的势力摆在面前,尤其是在自己这一方面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形下。 这时对敌人仁慈,对方绝不会感恩败德,而是会握心肠胆意图后报。 所以,敌人绝对不可纵容,纵容敌人就是敌人的帮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